法门 因为我们大圣佛法比较偏重在法门 常常有人问我 师父 你修哪一宗的 禅宗 净土宗 你修哪一个法门 地藏法门 观音法门 要施法门 其实我发现大部分的人误解了法门 我们刚才讲 比如说观音法门 很多人认为 什么叫做观音法门 我修观音法门的 拜观音菩萨 念观音菩萨的圣号 念普门品 念大悲众 这个就是修观音法门 但是你如果了解佛法 你就知道你误会了 圣言法师说过一句话 法古山的圣言法师 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 修养 非常好 他说 佛法这么好 知道的人这么少 误解的人很多 那就简单 观音法门就好了 净土法门 等一下我们来说 净土法门也是很多人的 很多人念佛要往生的 那观音法门 我们刚才讲 法门是依这个法入这个门 这个法 记载在哪里 就是在经里面 你有没有入门 那么就看你有没有读得懂这本经 他告诉你 我们刚才讲 每一本经都有他的修行次第 我们讲大圣经好了 大圣经第一句话是什么 如是瓦文 如是瓦文 那么基本上最后一句是什么 欢喜信寿 依教奉行 欢喜信寿 如是瓦文 一时博在守卫国 几十句故调 他被用千宝之人去 那么如果是阿含经 那么他基本上也会这样 就是比较早期的 如是瓦文 然后后面也是 欢喜信寿 依教奉行 好 那如是瓦文 然后讲完了 一时博在守卫国 其次故族远 那么佛开始讲话了 或是佛弟子开始讲 佛开始讲话了 佛讲了之后 他讲之前 一定会这样讲 如是瓦文之后 这个如是瓦文是阿难的 我是这样听的 那么前面是记载 那么佛要讲经之前 一定会有一句话 地听地听 善思念之 好 仔细听 专心听 那么听完了要怎么样 想清楚 想明白 要想对 不要想不对 一样是佛说的话 佛说的法 为什么有些人听了 马上证阿罗汉 有些人证三果 有些人证二果 有些人证出果 有些人什么果都没有 还起烦恼 那这是为什么 听不都是一样听吗 不都是佛说的吗 佛 佛难道会跟舍利佛讲得比较深 跟阿难讲得比较浅吗 大家都在这里听 话都是一样的 讲的人都是佛 话都是一样 那为什么有的证出果 有的证二果 有的证三果 有的证四果 有的只知道回家吃水果 为什么 因为重点在哪里 听了 听了之后 想的不一样 重点在思维 思维 当然你听的不一样 你想的就不一样 问题是 如果听的是一样 那为什么有这些差别 很简单 你也吃饭 我也吃饭 你吃饭也配菜 我吃饭也配菜 你也吃一碗 我也吃一碗 为什么三年后 你身体这么壮 我身体这么弱 为什么 你吃了有吸收 我吃了没吸收啊 是不是 你吃了营养 吸收百分之八十 我吃了都没有吸收 只吸收百分之二十 一样那些饭 一样那些菜 一样那些营养 可是我没有吸收 当然你如果吃不同的饭 佛讲的 外道讲的 不同的饭菜 不同的营养 那就没话讲 问题是 你吃的跟我一样 你听的跟我一样 为什么 提伯达多在佛身边十二年 不只十二年 就是最初的十二年 他持戒精进 用功 最后为什么下了第一 不只提伯达多一个 还有很多人 那么为什么 有些人一开始 当然过去修行也有关系 但重点在如理思维 所以我们刚才讲 智慧是文 师 修 我发现中国的佛教徒 只有文 听诵经 然后 诵自己文 但是通常我们诵经 不是给自己听的 诵普门品给观音菩萨听 诵地藏经给地藏菩萨听 诵药师经给药师佛听 诵金刚经给释迦摩尼佛听 他还要你诵经给他听 你是怎么样 诵普门品给观音菩萨听 你要记得哦 你发得愿哦 我有痛苦你就要来救我 千处祈求千处印哦 我们好像是这样子 平常没事多念经 有事观音菩萨一叫就来 你以为他是宅急便 打电话送货就来 所以我们 我们对这个法门的定义错了 我们先讲这个 如是我闻 佛要说法 地听地听 善思念之 这个没有 善思念之 要讲经之前 就跟你讲这个 这个是闻 这个是修 好 那么这中间就开始佛讲经了 看什么经不一定 看对什么人不一定 有时候讲师界升天之法 有时候讲五蕴无常 无我苦空之法 有时候讲八正道 有时候讲缘起 不一定 看人气离气机 那这个里面一定包含我们说修行的宗旨 刚才我们讲修行的宗旨 修行的次第 修行的方法 那这方法中一定有修行的次第 刚开始要怎么修 后来怎么修 然后怎么修 那么最后讲 你这样修有什么功德 会得到什么好处 修行的功德 一定有这三个 修行的宗旨 就是原理 修行的方法 那么有修行的次第 然后最后才讲 有修行的功德 好 那么最后欢喜 就是什么 你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 欢喜信受 你听法喜 什么叫法喜 这个法入你的心 你欢喜 好 那么最后要怎么样 依教奉行 他既然告诉你 修行的宗旨 比如说他可以让你离苦 比如说心经 他度一切苦恶 一开始就跟你讲 你用这个波勒 可以度一切苦恶 这个就是修行的宗旨 心经修行的方法是什么 修行的方法是什么 照见五蕴皆空 五蕴是什么 色受想行事 那怎么照见 这个就有方法了 然后后面要告诉你 无我相 无人相 这个就是修行的方法 次第 先去忍我 然后再去罚我 那这个 这个我们后面再来说 我们大概先讲一下就好 那后面再跟你讲 修行的功德 那么有一些讲得多 有一些讲得少 那么重点是 你听了之后 你要依教奉行 依这个次第 你回去就要这样做 你的修行 真正的修行 不是你在面对菩萨的时候 不是你在诵经的时候 不是你在佛堂的时候 不是你脚盘起来的时候 是你在日常生活中 面对一切人事物的时候 就好像你在学校学数学 2加2等于4 4加4等于8 8加8等于16 5乘以4等于20 你学这些做什么 考试用的吗 考100分 然后拿奖赚吗 没有 出来的时候买菜 这个4块 这个5块 这个夹块 你可以用的 好 那你学这些金做什么 学这些道理做什么 你可以用的 用在哪里 用在乐厂生活里 你想不清楚 听不清楚 考试可以考100分 可是 出来 真正去买东西 人家找错钱你也不知道 人家多算钱你也不知道 你数学考试都拿奖赚 出来你都不及格 我们的佛法也是这样子啊 用不来 用不上 用不到 给谁用的 观音菩萨用的 不是你要用的 念给谁听的 念给观音菩萨听的 念大声 只是为了让他听清楚 你自己都不清不楚 是不是 是吗 不是我说你们吗 我以前也这样 拜灿呢 我刚才 这个法师说你们也有拜灿 拜水灿 拜大悲灿 拜灿也是中国佛教 很流行的一个法门 等一下再讲 先把这个讲了 法门 所有的经 你看哦 你不管哪一部经 都有这个哦 地藏经有没有 地藏经也有 这有没有人送地藏经的 我只是举常用的啦 有没有人送地藏经的 有没有修地藏法门的 有没有 没有啊 没有就不用讲了 好 所有的法门 都有这一块 金刚经有 就算新经两百六十字都有 药师经有 那么最容易被误会的 其实就是我们最常修的 观音法门啊 地藏法门啊 要施法门 那么净土法门也是 好 那我们先把这个讲完 等下再来讲净土 法门 这个法 这个法 基本上 它 所以我们说 我们 一开始就讲 为什么要学佛 佛法是灭苦之法 两件事 记不记得 佛法就讲两件事 我们为什么会有痛苦 用什么方法 可以消除这些痛苦 就讲这两件事嘛 你拜灿 你不是要除苦吗 不外乎就是离苦得乐 那么得乐就是预防 未来有这些苦 你要富贵有钱 就是 不会有贫贱吗 就是 你希望有钱 就是不会穷吗 你希望身体健康 虽然现在还没生病 但希望我常常健康 就是 未来不会有病吗 不外乎就是 解决现前的痛苦 预防未来的痛苦 不就是这样吗 这个不就是我们学佛的目的吗 讲究竟了就是 能够超越生死轮回 永远不再受这些苦 讲现实一点的就是 解决我现前的痛苦 没有钱便有钱 生病便健康 然后可以长寿 家庭圆满 事业成功 反正不管了 你想求什么 你想得到什么 你希望拥有什么 没有什么痛苦 我们之所以修行 之所以信仰宗教 拜这个拜那个 是不是 那我们为什么这么舍得花钱 然后供养佛菩萨 吃这个吃那个 老实讲他也没有吃去 都是你自己拿回去吃 但是至少你有一个心 为什么会这样 还不就是你希望能够得到 就是功德吗 修行的功德 可是修行的功德 是在你医教奉行之后才有 就好像你去咨询一个营养师 去看医生 你的病是什么时候消除的 你照医生 尊医祖父 他告诉你这样做 你照着做了 那么病慢慢消除的 一样 病不是送完经之后就有功德 功德是从修行中来 那么好 我们再来刚才讲 法门 比如说观音法门 因为很多人修观音法门 跟净土法门 家家观世音 互互阿弥陀 好 那很多人修观音法门 那什么是观音法门 观音 中国有所谓的五大菩萨 各有入门的法门 就是以这个法 入这个门 佛门 那么也可以叫做觉悟的门 解脱的门 离苦的门 波罗 波罗密 波罗是以智慧 到彼岸 到彼岸 就是度一切苦 用智慧来度一切苦 这个叫做波罗法门 他着重的是波罗 波罗法门 那净土法门 净土法门有一点点复杂 但是他着重的就是 他到净土 净土是什么 没有生老病死 悠悲苦恼逼迫的地方 叫做极乐 这个有一点点 就是净土法门有一点点复杂 我们放后面再来讲 那么观音法门 这个法路这个门 中国五大菩萨 那么五大菩萨 两尊佛 一尊是药师佛 一尊是阿弥陀佛 五大菩萨各有代表 五大菩萨两尊佛 这个是几乎南瓜 我们现在的修行法门 五大菩萨 大智文书师利菩萨 代表智慧者 大恨 普贤菩萨 代表什么 我们来看 这个很多人不知道 普贤菩萨 是代表什么 大恨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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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大行 行是什么意思 行是什么 我们知道 普贤菩萨先跳过去 不懂先跳过去 等一下再来讲 先把他请到旁边 大悲观世音菩萨 悲是什么 悲是什么 慈跟悲不一样 慈跟悲不一样 大慈是弥勒菩萨 悲是什么 拔苦对 拔苦的意思就是解决别人的痛苦 帮助别人远离痛苦 那么大就是没有简直的 帮助一切人远离痛苦 谁有痛苦 我就帮助谁 哪里有痛苦 我就去哪里 这个叫做千处祈求千处运 这个叫大悲 谁有痛苦 我就帮助谁 哪里有痛苦 我就去哪里帮助人 这个叫大悲 观音菩萨是大悲 地藏菩萨是大怨 五大菩萨 文殊菩萨大志 大志 大志等一下和普贤菩萨一起讲 大悲跟大怨 大悲 大悲是拔苦 拔苦就是解决别人的痛苦 痛苦有两种 现在现前的痛苦 身心的痛苦 未来要受的痛苦 那么不管 反正就是苦 你要让他离苦 所以观音菩萨 他就是 哪里有痛苦 他就去哪里解决痛苦 谁有痛苦 他就帮助谁 能够远离痛苦 但是他怎么帮助 他用他的神通力 威德力 把他的痛苦 像磁锡铁一样 把他吸过来吗 他用他的神通力 把他的苦 化为无形吗 不可能嘛 他怎么解决别人的痛苦 他是合身 应以合身得度 极限合身 那是他的方便 但是我们说 他的方法是什么 他的方法是什么 我刚才讲那么多 你们都还给我 解决痛苦 要从哪里解决 四地 记得 所有佛法 解决问题的方法 不离开四地 苦 是痛苦 不管是你有痛苦 我有痛苦 观音菩萨有痛苦 弥勒菩萨有痛苦 不管是谁有痛苦 都要这样解决 释迦牟尼佛有痛苦 一样这样解决 这个叫做真理 真理是什么 若佛出事 若不出事 法信 法柱 法界 我们来讲 真理 真理就是 不会因为 时间 时间 空间 空间 跟人 而有差异 真理是 若佛出事 若不出事 法信 法柱 法界 这个要稍微解释一下 这个是名词 一般我不太讲名词 但是它就是这样 我们稍微解释一下 就是 不管佛 有没有出现 他是这样 他就是这样 西方人说 上帝 可以创造一切 但是即使是上帝 也不能改变 一加一 等于二 上帝不可以说 一加一等于二 这个是决定的 他不能说 不行 我从今天开始 一加一等于三 没有办法 佛 也不能改变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佛 也不能改变 苦 即 灭 道 苦 一定有苦因 苦因消灭了 苦果才会消灭 佛 不能改变说 你不用消灭苦因 你只要念我 我就把 因为 你 你起烦恼 造恶业 受苦果 现在 因为 你虔诚念我 你不用消除烦恼 不用消除恶业 我就消除你的苦果 这个叫做什么 不用 因就会有果 这个就是改变了因果 今天 你生病 你要吃药才会好 你肚子饿 你要吃饭才会饱 现在 不用 你只要念我 我就让你肚子饱 这个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 解决苦果 不用消除苦因 佛 也没有办法这样 佛陀 佛法 教人家 离苦 他不是 借由我的修行 我的神通 我让你离苦 不是 而是我教你怎么离苦 我是这样离苦的 我教你怎么可以离苦 你眼睛不好 像我眼睛不好 眼睛不好 要补充叶黄素 那叶黄素 在玉米里比较多 那要补 要吃红萝卜 补充 那个 那个营养 那么 佛不能说 好 你不用这样吃 我放光加持 你就会好 没有 所有的痛苦 都有苦因 他教导你 怎么消除 这个苦因 不照做这个苦因 你自然而然不受这个苦果 佛是导师 三界的导师 导师是什么 教导 引导 他不是神 加持 加倍 然后你的苦就没有 如果这样的话 你要知道 释迦摩尼佛的父亲 叫做静放王 释迦摩尼佛的母亲 叫什么 摩耶夫人 释迦摩尼佛的母亲 生下释迦摩尼佛 就是希达 没有多久 就死了 生到道立天去 释迦摩尼佛 怎么帮助他母亲 怎么帮助 去道立天 为他母亲说法 说法 是要他母亲 第一个明白道理 第二个 要照这样修 他母亲如果不这样修 一样不能得利益 他也没有说 像我们 像我们就不是这样 我们就怎么样 我母亲生到 不知道生到哪里去 那么我们请很多师父来诵经 回向给他 那么他就得利益 释迦摩尼佛如果这一套有效的话 但是也不是说诵经没有利益 这等一下我们再来讲 这个牵扯到问题有点复杂 但是我们大概都不知道道理 不知道为什么有 为什么没有 不知道有没有 常常有人会讲 师父 超度有没有效 超度有没有效 很难说 就好像 吃药会不会好的问题一样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你说 这个吃药 吃这个药会不会好 会不会好牵扯到很问题 第一个你的体质 第二个你吃的药 反正就牵扯到很多 那么不能说有效跟没效 但是怎么样才有效 如果有效 那为什么年年要超度 超度一次就好了啊 如果这个药有效 为什么每年都要吃这个药 而且好像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 那么 释迦摩尼佛 是去为他母亲所法 他并不是把舍利佛 穆建连 大家设 他的阿罗汉地址有多少的 你知道吗 阿罗汉三明六通的而已 其他没有正三明六通的 先不要讲 三明六通的阿罗汉 至少有五万个以上 他也不要找多啦 现在能够找一千个阿罗汉 来不得了了 对不对 一千个阿罗汉诵经 他母亲 还不从道立天生到色旧今天 对不对 那么功德那么大 那释迦摩尼佛 有没有说 今天是我母亲 这个往生到道立天 那我们大家来诵经回向给他 他自己去为他母亲说法 释迦摩尼佛的父亲 静犯网生病 他是不是在家诵经回向给他 没有 他去为他父亲说法 他父亲 是不是佛为他父亲说法 他父亲就会得度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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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他父亲要得度 要怎么得度 地听地听善师面知 他讲的道理 他要明白 明白了之后 他起那个心 他要这样有 他才能够有那个功德 他告诉你 比如说心经告诉你 要照见五蕴皆空 那么那你说那往生的人 他都没有时间修行啊 对不对 他要怎么修 你认为什么叫修行 所以这个修行的观念 就有一些人不知道 修行是修什么 修什么 修行 很多人常常会说 师父 我现在在医院生病了 我没有办法念佛 我没有办法拜佛 我没有办法去参加法会 我不能再修行了 我怎么 那我没有办法消除我的业障 你误会修行的定义啊 你就算躺在床上 一动都不能动 只要你的头脑还清楚 你就可以修行 刚才我们不是讲吗 修行是身 口 意 意是主导 心是决定你这个业 善还是恶 故作业必受到 就是你故意的 强力造作的业 那个力量是很强的 那个心比较有决定性 就算你躺在床上 都不能动 你依然可以很精进的修行 第一个你很清楚 比如说 有一些人要往生的 佛陀基本上会这样 人要往生之前 他没有什么可以做了 他也没办法说 我还有几天几天可以修行 没有 那么佛陀怎么告诉他们修行呢 第一个 他要看人 假设他是在家居士 在家居士还要看 比如说 须达多这种 这种已经对佛法有一点理解的 他的开释又不一样 一般的 开释又不一样 一般的人 一般的人 比较没有解脱心的人 或是平常 比较没有那么力量 在修行的人 就是平常比较 没有用心在修行的人 那么这一类的人 佛陀比较会告诉他 你现在要意念什么 意念善法 你过去持戒 你过去的布施 你过去的善行 念佛 念法 念生 念世 念戒 念天 就是你要想起 你过去做了哪些好事 你不要告诉他 怎样怎样 但是他有些什么放不下的 你叫他 就是要告诉他 这个世间一切是无常的 你不要执着这个 那么这一些都是幻化的 当然最重要的 就是要提起他的善念 跟正念 就是不会害怕 不会恐怖 你要相信 你过去所做的这些善业 他一定有力量 决定 决定你未来会去哪里 是由你过去的善业 过去所造的 跟现在这颗心 决定你要去哪里 那过去你所造的 已经造的 他不会失去 不管是好的 不管是不好的 但是我们一生 不可能都做好的 也不可能都做不好的 我们都是这样嘛 好心做一点 坏心做一点 好话讲一些 坏话讲一些 多少都会有 但是佛教徒 好心出的比较多 好话讲的比较多 好事做的比较多 基本上会这样 那么 从这里来看 你有这一个善业 本来就比较多 佛陀讲 你一棵树往东边长 倒下来 一定往东边倒 可是 当你在往生的时候 或是当你在生病的时候 你会害怕 会恐怖 当下那个心也很有力量 所以现在最重要的就是 你要安定 他那个心 因为你要去哪里 或是你会不会好 决定于 虽然过去的业 但是你现在这颗心有决定性 有决定性 所以 重点在 让他的心安定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是 让他的心向上 向上 然后再向上 再提升 那么他就一定会到好的地方 那么如果 这个居士或这个法师 他有听闻到佛法 或是他的心是要向解脱的 就来让他向 向上 向上 向解脱 其实就是这个原理而已 那么 我们佛陀去跟比丘 跟居士 叫他意念他的善法 他想到 我过去做了些什么好事 我又持戒 我又吃素 怎样怎样 意念这些 他心充满着善法 他这个时候是法喜的 是献法乐住的 这个时候的心 有决定性 那当然你如果平常 就常常保持这个心 那个就是 常常在正念当中 那么你也不用太担心 那 所以你看 释迦牟尼佛怎么解决问题 一样从苦因 我们讲 若佛出事若不出事 法信 法诸 法界 法信是什么 他本来就这样 一加一等一二 本来就这样 法住是什么 他一直是这样 两千年前是这样 两千年后也是这样 两千年前解决这个苦 要从苦因下手 要有正确离苦的方法 要有正确的方法 叫八正道 两千年后也是这样 有佛的时候是这样 没有佛的时候 还是这样 他不会因为有佛 没有佛改变 不会因为两千年前 跟两千年后改变 不会 法界是什么 法界是什么 法性是本来是这样 法住是什么 一直是这样 法界是什么 普遍是这样 他不会因为你是男的 你是女的 你是年轻的 你是年纪大的 你是有皈依的 你是没皈依的 你是国民党的 你是共产党的 不会因为这样 只要你掌握了正确的方法 那么你就可以解决掉 这样的苦 就好像药 不管你是男的 不管是女的 不管你的皮肤是黄的 是红的是白的 只要这个病 吃了这个药 它就会好 没有吃 你家再有钱 你是将军 你是皇帝 你是国王 不会好 就是不会好 那么他要让你好 就是让你吃这个药 佛陀 万音菩萨 要让你离苦 大悲法门 叫做离苦的法门 拔苦的法门 哪里有痛苦 就去哪里 让他远离痛苦 悲 叫做拔苦 辞 叫做与乐 大悲 基本上 就是 他之所以大 就是没有简责 不管是谁 只要有痛苦 我能够帮得上满的 我一定去帮 那么他不会因为 你过去骂过他 你伤害过他 你跟谁 跟我有仇 怎么样 他不会因为这个原因 只要你有苦 我可以帮助你离苦 我就一定会去做 这个叫做 这个叫做观音法门 那么谱门四线 他是在讲 应以合身得度 极限合身 意思就是 我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帮助你 你愿意 你可以接受 那么这样的方法能够帮助你苦苦 我就会用这样的方法 我是以 长者的角度 我是以朋友的 朋友的角度 我是以你属下的角度 我是以 什么样的一个形象 什么样一个方法 你愿意接受 我的这样的方法 那么我就用这样的方法 去帮助你 所以应以 婆罗门生 应以 差地利生 应以长者生 应以合身得度 极限合身 我们要帮助人 最重要的是 他要接受 他不接受你的话 你讲的 都是空话 你讲的再有道理 他不愿意 那就是没办法 所以先要让他接受你 所以 要依教奉行 前面是什么 欢喜信受 这很简单 你想想看 这个人讲的再有道理 但是你觉得他态度不好 他的话 这边进去 这边就出去 甚至这边都进不去 你只心里面想 这么会讲 态度这么不好 你根本听都不听进去 听进去了 你叫我这样做 我偏偏要这样做 把你气死你 是不是 我告诉你 没有用 你帮得了他吗 你是想帮他的 但是你的方式不对 你的态度不碎 他不欢喜 不信受 他会依教奉行吗 不会 所以观音法门 所以菩萨要有方便 普门视线 讲的是这个 因理合身得度 我们如果修观音法门 第一个 第一个 观音法门绝对不是你念大悲咒 念观音菩萨圣号 我们修观音法门是 类似像 我们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 加这个保险 万一有事 至少也有钱可以赔 类似像这样 我们念观音法门 通常都是 万一有事 至少有一个人会来帮我 那 就是 念观音菩萨 至少他会来救我 不是 观音菩萨 观音法门 不是有一天 你受苦的时候 观音菩萨会来救你 不是这样 而是 你像观音菩萨一样 谁有痛苦 闻声 就是 你听到谁有痛苦 你就 大悲心起来 要去帮助那个人离苦 想尽办法 要帮助这个人 远离痛苦 你 如果有这种心 你这种心从哪里知道 从 普门瓶里面知道 人家观音菩萨 是这么修的 所以他成就这样的 殊胜功德 好 那我要像观音菩萨 有这样的功德 我也要这样修 人家是这样训练的 所以 他有这样的成就 人家是这样 勤劳刻苦的 所以 他有这样的成就 那我也要这样 其实是这样 那我们因为受到世间 错误的影响 所以我们把 佛教 因为神教是这样的 神教是什么 你的福报是天事的 天官是福 福报是天人事给你的 那你有灾难呢 天上的神 看你不顺眼 惩罚你的 所以 怎么消除灾难 祈求上天 把灾难收回去 怎么获得福报 祈求上天 把福报降给我 我们受到了这个影响 所以 我们现在学佛也这样 祈求观音菩萨 给我大悲心 祈求文殊菩萨 给我大智慧 那么 祈求观音菩萨 解决掉我的痛苦 祈求文殊菩萨 用你的智慧 斩断我的烦恼 不就是这样 你真的在学佛吗 佛的定义是什么 觉 佛陀就是觉悟的人 觉者 佛陀的意思就是觉者 觉是觉什么 觉悟到什么 觉悟的人觉悟到什么 觉悟到什么 觉悟到什么 没关系 你们尽量讲 觉悟到真理 觉悟到真理 就是如来 就是称如死之道而来 觉悟到真理 觉悟到真理的人 叫做正觉 阿妞多罗三秒三菩提 无上正等正觉 正觉就是觉悟到真理的人 真理是什么 我们来看 这个也是真理 这个也是真理 真理 霍佛出事 若不出事 法信 法处 法界 但真理是什么 真理是不会改变 不会因为时间 在美国 在中国 在外太空 在其他的世界 这样就是这样 如是因 就如是果 苦疾灭到 苦 一定要消除苦因 苦果才会消除 一定要有灭苦之道 才能灭苦 这个没有办法改变 那么我们解决问题的方式 必须要按照四地来 那么我们讲 什么是真理 简单的讲 佛 佛陀是觉者 觉悟真理的人 我们看 很多人其实都不知道 佛陀的意思 不大不大 它是觉者的意思 觉者 这个觉就是觉悟真理的人 觉悟真理的人 真理是什么 真理 简单讲 两个字 叫做缘起 所以 见缘起 即见法 见法即见佛 我们常常讲 以前 我刚 学佛的时候 我刚学佛的时候 那么 我早上不是读华严经吗 晚上读华严经 那 华严经里面讲 佛 在 菩提树下 阅读明心悟道 看到流心吗 悟道嘛 奇灾奇灾 一切众生 皆具如来 智慧德性 只因妄想 而不正德 佛陀 佛陀在 菩提树下 你们有没有好奇 佛陀在 菩提树下 到底是看到什么 我记得 我记得这个 现在那个 妙禅 妙禅不是 他说他是佛吗 他那很多弟子 也都信他是佛吗 我不知道你们这边 有没有信妙禅的 但是 不管 我们先 讨一下 很多人信妙禅的 那妙禅说他是佛 但是很多人也信 但是因为 大家不晓得 那什么叫做佛 那很多人信妙禅 是因为 我去参加那之后 怎么样 我事业变好了 我身体变好了 很多人参加法轮功 也是这样 身体变好了 事业变顺 佛教是解决这种问题的吗 这个是 这个是佛的价值吗 这个违背因果 我们刚才 我们就是要讲这个道理 那么 这个妙禅说 他是佛 我记得 我不知道在哪里看的 他说 他说因为 他有一天做梦 梦见流星 那么 佛 堵明心悟道 佛 看见流星 明心其实就是流星 看见流星 佛在菩提树下的时候 一道流星 画过 佛就成佛了 我也看过流星啊 你们有没有人看过流星的 有吗 有没有悟到 悟到什么 悟到什么 佛堵明心悟到 成佛难道是因为 看见流星吗 但是他不是看见流星悟道的吗 好 那佛到底是看见什么 看见什么才成佛的 佛 之所以成为佛 那是因为 我们之所以叫他是佛 佛是佛头的简称 因为中国人都喜欢简称 所以佛法身 三个字 其实他都是两个字 佛陀 达摩 生且 那我们就简单 佛法身 那菩萨 其实是菩提萨多 四个字 四个字的就简成两个字 叫做菩萨 两个字的就简成一个字 基本上我们是这样子 那 这个佛是觉者 是觉悟真理的人 那么觉悟 他到底觉悟到什么 就是他到底是看到什么 不可能看见流星就成佛 看见流星成佛 那是世界佛多的事 对不对 我也看过流星 我记得几十年前 哈雷彗星有没有 好像三十年前 三四十年前 那么哈雷彗星说要从台湾 那个时候还没出家 我出家三十年而已 三四十年前的 那个很久很久的 我还跑去那个海边 屏东的海边去看流星 整夜一大群人不是我而已啊 好多人都在那边等着看流星 结果那里流星也没出现 那平常我会看见流星 可信我们看见流星都会怎么样 许愿 有没有 听说看见流星许愿就特别能成 人家佛陀看见流星是觉悟 不一样啊 我们看见流星 我们会怎么想 流星赶快许愿 佛陀不是 所以一个现象 一个现象背后有它如此形成的原因 痛苦也是一种现象 快乐也是一种现象 生命也是一种现象 烦恼也是一种现象 解脱也是一种现象 好 那我们回头过来看 佛陀 菩提树下 晚上 夜赌明星 它到底是觉悟到什么 觉悟到什么 觉悟到什么 刚才不是有讲吗 缘起 好 这个很重要 所以你看 舍利佛 舍利佛怎么证阿罗汉的 舍利佛怎么证阿罗汉的 渐远起的嘛 舍利佛怎么渐远起的 他有一天看见那个 马圣比丘 马圣比丘是吴比丘之一哦 吴比丘第一个解脱的是 阿诺乔成卢 最后一个解脱的就是 马圣比丘 有时候叫阿硕士 马圣比丘的威仪非常好 他走路的威仪可以射错人哦 声音好 威仪好 都可以射错人 当时如果舍利佛看见的是我 他可能就不可能得解脱了 我威仪不太好 我威仪不是那么好 威仪很好 你看他走路 哎呀 那个走路 他不随便看的 然后他走路那个威仪 他非常好 那么马圣比丘 看见 远远看见那个人 那个时候佛教还不兴盛哦 只有吴比丘而有 人家还不知道世间已经有佛 不知道哦 然后所以这舍利佛目见连 当时就很厉害了哦 当时底下就有250个弟子了呢 哎 一个人底下有250个弟子 他不是普通人呢 不要说250个人啊 我在台湾哦 底下只要有50个徒弟哦 那个人就很厉害了 真的 我告诉你 那个人就很厉害了啦 舍利佛底下有250个弟子呢 当然他在那个善若仪的底下 六师外道里面一个善若仪 善若仪也不是泛泛之辈呢 而且他已经出家了 舍利佛目见人都已经出家了 然后舍利佛出来 看见 远远看见马圣比丘 哇 这个人 不是普通人 为什么 看他走路的方式 就知道他不是普通人 为什么 走路位移非常好 气定神险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其实马圣比丘已经正阿罗汉了 但是即使是正阿罗汉 有一些阿罗汉 有一些阿罗汉也会给人家毁谤 为什么 习气嘛 有些跳来跳去的 有些饭 像那个敲弯剥体 饭吃一吃又突出来又吃进去的 这个连到 就算我看到我也要讲他两句啦 出家里 这个成何体统 这个 这样能看吗 我等来吃进去的因为你突出来 突出来就不要再吃了嘛 他又吃进去 我们吃进去的都会吐出来了 真的 所以佛陀告诉他 你不要在人间 会被人间毁谤 佛陀有两个弟子 一个是 佛陀叫他不要离开人间 要在人间给人间种福田 谁啊 谁啊 冰陀鲁 婆罗多 我们摘生不是都会请他吗 他是唯一 佛弟子到现在还在的人 唯一一个 没有啦 有些人都大家社也在 不在 就只有他 唯一还在人间 他用神通力 他可以延长寿命 到家也可以啦 他是唯一一个 那有一个 佛陀叫他一直要在人间 给人间种福田 有一个 佛陀叫他不可以在人间 因为你这样 世间的人没有 没有那一个 没有那一个天眼 不知道你是圣者 这个你这样东西吃一吃 吐出来又吃进去 谁看到的 他都会嫌弃你嘛 可是毁谤阿罗汉不是一件好事啊 佛陀你不要在人间 你到天上去接受天人供养 天人吃的跟我们不一样啊 比较细 就算他吐出来也没那么脏啦 何况天人有天人知道是阿罗汉 我告诉你 如果你已经知道他是阿罗汉 就算他吐出来 你也不敢讲他啦 也不敢嫌弃他啦 为什么 你那个心是非常恭敬他的 可是一般的人哪里知道 这什么出家人 那叫胎哥 那怎么这么脏 怎么这么没卫生 怎么这么没教养 我告诉你 你骂越多 你以后越麻烦 所以 我说不要随便骂 佛陀就 你不要留在人间 你到天上去 给天人供养 一个在人间给人间送福田 一个在天上给人间 天人供养 不过交换波体在佛陀入灭的时候 就入灭了 大家是不是要解析经典吗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交换波体 交换波体佛到天上去嘛 他请了一个有神通的阿罗汉 去到一天请他 平常都没有人去找他 忽然间这么久有人找他 他第一个就想到 是不是世尊发生什么事了 兄弟姐妹平常没在联络 忽然间联络啦 是不是爸爸妈妈有什么事 一样就是这个道理嘛 他说是的 佛陀入灭了 那此理佛目见人呢 也入灭了 他们都入灭了 那我也要入灭了 就入灭了 大家是要找他来结极经典 就入灭了 好 那这个是交换波体佛 他有一些 有一些习气也没那么好 所以不是阿罗汉 看起来都是 哦 那个很好的 没有 有一些过去的习气 那我们要说的是 蛇利佛看见马圣比丘 这个马圣比丘 我也可以射受人 蛇利佛不是普通人啊 他是看见这个 他就走过去问这个马圣比丘 他说请问尊者 印度人是这样的 因为印度人中传承 你要知道 释迦摩尼佛成佛的时候几岁 35岁 他有没有老师教他成佛的 他有没有老师 有 他有两个禅定的老师 他刚出家的时候 其实是去 一开始去王舍城那边 然后见到阿罗罗家来 然后后来去到辟舍林那边 见塔婆罗摩尼子 从他那边休息禅定 一开始修禅定 得无所有处定 跟非想非非想定 后来发现单单修定 心不起 没有断烦恼根本 不能解脱 后来改修苦行 修六年的苦行 那这两种是印度当时 号称可以解脱的方法 一个就是瑜伽 修禅定 让心不动 心不动 烦恼不动 烦恼不动 夜不动 夜不动得解脱 那其实 这样还没有解脱 那因为 那个苦因没有消除 那一种就是 苦行外道 苦行外道是 因为你的苦是从夜来 那么你现在受了苦 夜就消了 不是这样吗 你因为造恶业 所以受苦 那么受苦的时候 你过去造的恶业就消了 所以他就认为 好那这样就方便了 我一直受苦一直受苦 把我的恶业都消完了 所以佛教界以后就会这样啊 吃苦 了苦 吃苦可以了苦吗 我问你们 吃苦可以了苦吗 吃苦不能了苦啊 那怎么了苦 要断苦因才了苦啊 要离苦 佛教不是叫人家吃苦 佛教是叫人家离苦 吃苦不能了苦 要不照苦因 然后才能离苦 不是我吃越多苦 我就越能离苦 不是 佛教不是叫你把吃苦当吃补 不是 不是吃苦就是修行 吃苦如果就是修行 那么那些苦行外道 每一个都可以解脱 但是他们不能解脱 为什么 因为苦因没有消除 这个叫做非因既因 非苦既苦 非果既果 叫做戒禁曲 这个叫戒禁曲 等一下我们要讲元旗 就是你这样做并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 就是你这样做并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 非果既果就是 非果既果就是 你这样的成就并不是由这样的原因来的 你却认为这样要这样成就 只要做这样就可以 就好像你认为 你认为要有智慧 我拜文殊菩萨就会有智慧 非因既因 非果既果 修行第一个要断的就是这种观念 出果的圣者断三解三种烦恼 一定要先断这种 因为这种叫做什么 颠倒因果 没有不知道如是因如是果 那么你不知道因果观念 错误的方法 你不能得到正确的结果 没有办法 必须正确的方法 才能得到正确的结果 我们都是这样 比如说还有讲 现在有很多修密法的人 密法里面有两个很主要的法 一个叫做常授法 常授观点 一个叫做财神法 红财神 黄财神 黑财神 白财神 也许有很多人都有修 也许做生意的 那么这一些 其实你不要看 有些还在焉贡红贡 那么你要知道 这一些都是借进取 借进取就是 你这样做 其实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你想要得到这样的利益 不是从这样的行为来 但是我们却都是这样 比如说财神法 修财神 有些人家里有黄财神 黑财神 红财神 八路财神 这个山财神 海财神 不管 密教里面有很多财神法 那也有常授法 常授往贯顶 常授甘露贯顶 我告诉你 要常授不是接受常授佛贯顶 要有钱 不是祈求财神 那么佛教里面的方法 就是如是因如是果 这样的比如说 我们比较来讲 如果你要有钱 叫做有钱又有尊严 这个叫富贵 富贵 富且贵 那富 先讲富好了 富 你要富有 富有的因是什么 不失舍 然后什么呀 没有什么 没有迁滩跟什么 偷盗 你没有一部分 你没有迁滩跟偷盗 一部分你又有舍 舍心 没有迁令 你能不失 那么这个就会造成 你所谓富有的因 那么如果 如果当然还要加上你有努力工作 那么这种种的因素 佛法里面讲 缘起 我们就讲到这边来 有因有缘世间极 世间极 有因有缘世间灭 这个叫做流转的 这个叫做缓灭的 这个就是问题产生的原因 有因有缘世间灭 好 释迦摩尼佛在菩提树下看到什么 看到缘起 舍利佛看见马圣比丘 他问 你师父 你师父是谁 因为印度人很重传承 印度人很重传承 所以第一个要问 你师父是谁 佛陀刚成佛的时候 其实他见到一个 外道叫做 幽土还是叫什么 我忘了 就是见到一个年轻人 易学 那么释迦摩尼佛 那个时候 从菩提树下 要走去入园院 然后要去度无比丘 半路上遇到一个年轻人 修行人 他是第一个 见佛的修行人 但是他没有解脱 他也没有成就 为什么 见佛很殊胜啊 因为印度人习惯这样问 他也是 他就像舍利佛 看见马圣比丘一样 马圣比丘的威仪很好 对不对 佛陀的威仪更好 佛陀的威仪超越马圣比丘 而且那个龙观放花 三十二相 八十种好 八十种好 就是威仪啊 转身走路 一笑 这个是八十种好 佛陀威仪更厉害 这个 这个外道 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外道不外道啊 大家都 只有佛教还没有 还没有流行 佛陀刚成佛 那么那个修行人 年轻人 看到佛陀 因为一个人 一个人的外表 跟他的威仪 其实他有相当的分量 佛陀的威仪非常好 他走路的时候 这个年轻人看到 看到这个佛陀 佛陀那个时候成佛才 三十五岁 我三十五岁 我刚在读佛陀 读研究所 我甚至还在读大波罗经 希望得到智慧 还没有智慧 这个佛陀成佛才三十五岁 今天 不要说 不要说那个幽陀 那个外道 今天即使 我在路上看见佛陀 你这么年轻 又没有师父 他问他嘛 因为他第一个句话就是 你师父是谁 佛陀跟他讲 因为他看见佛陀 那个身心啊 那个庄严啊 那个位移啊 不一样啊 请问 你师父是谁 佛陀 佛陀禅定有师父 成佛没有师父 他是自己觉悟的 他叫做创觉 自觉 自己觉的 佛地址都是因为佛陀觉悟 但是佛陀自己觉悟的 他的师父叫他禅定 但是他师父没有叫他怎么觉悟 他两个禅定老师 苦行是自己选择一个苦行 大家一起在那边修行的 所以 他问你师父是谁 我没有师父 我已经成佛了 他看他这么年轻 这么年轻 没有名号 因为 很有成就的都是 那些修行很久的嘛 民生流传很大的嘛 没有徒弟 没有师父 他旁边也没有徒弟啊 那个时候还没有啊 有大成就的旁边都跟着一群人啊 他旁边没有徒弟 也没有师父 这么年轻 说你成佛 如果是你 我那个时候在想啊 也不能怪他 如果是我我也不信啊 真的啊 对不对 没有师父 也没有徒弟 三十五岁 说你成佛 又没有名声 从来没听过你这个名号 你说你已经成等正觉 我那个时候在想 如果是我老实讲 我也不信 然后 他就问 照理讲 接下来像舍利佛 问马上比丘这样 那你师父教你什么 就是你是用什么方法成佛的 你到底是觉悟到什么真理 他们就问了 因为他就不相信了啊 所以不信他就不问了 问了也是白问 你不可能吗 问了就是什么 他就不这么问了 他就问 那你要去哪里 他没有问佛就没有答了 可惜 可惜啊 就是什么 看左眼 看都不看右眼的 用看左眼的 就是我们不要有 有那种先入为主的观念 先听他讲 可是他就不信了 不信了他就不问了 那也许是吧 那算了 你说你成佛就成佛了 那你要去哪里 他就不问了 那佛陀 因为他已经没有恭敬心了 他一开始看见佛陀 非常的恭敬 后来 他觉得 他觉得佛陀是碰轰了 因为老实讲 其实不能怪他 那么年轻 没有名声 没有师父 没有徒弟 其实他说他成佛 但是其实没有什么人会相信 所以 他就这样走了 我那时候看到这个故事 哎呀 这个人 第一个见佛 但是 就好像他第一个发现宝藏的 但是那个宝藏被土盖住了 他稍微拨一下就好了 没有拨就走了 好可惜 我们也曾经可能这样过 所以有时候我们 就是有时候 不要太自以为是 那么 成就者 不一定是年轻的 不一定是老的 不一定是懒的 不一定是女的 不一定 先去掉这些观念 先听他讲什么 因为他是见的真理嘛 他不是见师父成佛 他是见真理成佛的 那么即使是佛弟子 也是见真理 不过师父告诉他真理 告诉他方法 他顺着这个方法 见了真理而已 那么好 那讲回来 讲到舍利佛 舍利佛看见马圣比丘 其实印度人的习惯就这样问 请问 因为他那么殊胜那么庄严 请问你的师父是谁 我的师父是释迦摩尼 他有师父啊 那你的师父都教你些什么 那个时候马圣比丘已经证阿罗汉了 他说我的师父跟我讲的道理 非常深 那么不容易在这里跟你讲清楚 但是我大概的跟你讲 他只讲两个句子而已 舍利佛就证阿罗汉 不是证阿罗汉 证出国 舍利佛就证出国 他说我师父跟我讲的道理很深 那因为这个时候这些道理 整个整个印度的宗教界都还没有人知道 只有释迦摩尼佛知道 还有吴比丘知道而已 其他人都不知道 他说诸法因缘深 诸法因缘灭 讲这两句而已 我的师父常常这样跟我说 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 重点就前面两个 舍利佛一听马上证出国 证出国那个脸像就不一样 我看一看这边有没有脸像不一样 好像都一样 好 舍利佛 舍利佛看了马上不要 他说好 他非常的反省 反而喜充满 因为马上比如说是去托波的 他说你可不可以在这里等我一下 他说为什么 他说我想要去见你的师父 但是你等我一下 为什么 因为他跟目见人有约定 不管是谁 他们一起出家 一起修行 不管是谁 先证了到觉悟的真理 一定要马上告诉另外一个人 如果目见人 先见到真理了 一定要马上告诉舍利佛 舍利佛如果见了真理 一定要马上告诉目见人 他们两个是有约定的 所以舍利佛 他们两个非常好 他们是世家 他们两个都是贵族世家 不过我们后来受了这一些影响 认为目见人的妈妈 剁轨道 潜滩 杀身 其实不是 目见人的妈妈也是大家闺秀 叫做目见利 他其实不是 我们是因为受了这个 共生的那个叫做余兰盆经的影响 目见人的妈妈因为小气 潜滩 邪贱 所以剁恶道 剁恶轨道 目见人要去证了阿罗汉 这个要去度他妈 看他妈妈堕入轨道 要东西给他吃 吃不进去很可怜 就去请教佛 我们是受了这个叫做余兰盆经的影响 那其实不是这样 事实不是这样 这个目见年的妈妈 其实是大家 他们是贵族世家 他们都是婆罗门种的 是贵族世家 两个叫做苏乡世家 那两个家族都很好 那两个有约定 两个一起出家感情很好 所以后来目见人被打死 舍利佛要入涅槃 其实是这样 那他因为见到之后 他马上就说 你在这里等我一下 因为他要马上去见世家母离佛 可是他一定要找目见人去 那他已经证国的 证出国 那时候证出国而已 那么他就见法了 就见缘起了 等一下我们来讲 那到底是缘起 缘起是什么 我们再来解释清楚 其实佛法就是讲缘起而已 两个字 简单讲叫做因果 那么深一点讲叫做缘起 再深一点讲 叫做有因有元世间起 有因有元世间面 再深一点讲叫做四帝八正道 反正这个 我们以后有时间会慢慢说 那这个 见缘起 这个舍利佛马上 你在这里等我一下 那么我等一下跟你一起见你师父 马上你就在那边等 他马上跑回去 也不是用跑的啦 他就是马上走回去 那么目见人在他师父那里 善若仪那里 他的师父叫善若仪 他看见舍利佛远远的走来 脸色完全不一样 他就知道舍利佛见法了 你看真厉害 这个神情不一样 而且他那个走路那个不一样 那么目见人一看到舍利佛 他就说你是不是已经见到真理了 好 那你赶快告诉我 舍利佛跟目见人讲 就是大概讲了一下 诸法因缘生 诸法因缘生 目见人也证出过 真厉害 我那时候在想 我都听了几百次了 讲也讲了几百次了 怎么 怎么我一点动静都没有 到底是怎么证的啊 那么 当然这个 这个其实也是有云有缘的 这个我们也慢慢再来讲 那 为什么有些人听了就知道 有一些人听了 无动于衷 那么 这个其实还是有云有缘 还是有云有缘 这个我们再慢慢讲 就是说 因为你烦恼覆盖的不太一样 那如果你烦恼覆盖的比较重 像这个桌子 如果你只是上面一个灰尘而已 我一个鸡毛毯子 就可以怎么样 把烦恼拿掉了 如果你前面是一个水泥 那就不是了哦 如果你是一层土 那又不是了哦 你这样抹抹不掉哦 因为底下都是光明的嘛 那你上面 你上面这个 是一个灰尘而已 抹掉光明就出现了 可是你上面如果是 一条毛巾 那就不是抹掉了 要把毛巾拿掉 如果是水泥 要把水泥拿掉 如果是一个盒子 要把那个盒子拿掉 其实是这样 但是 我们大概上面盖的东西 都太多了 太重了 所以要一层一层去掉 一层一层去掉 我们现在在做这种工作 但是 现在麻烦的是 你又不去掉灰尘 又一层一层的盖上去 我们现在哦 斜见一层一层的盖上去 平常诵经念佛 但是烦恼一层一层的盖上去 还以为这样 可以一层一层去掉 没有 你没有在扫灰尘 你一直在增加灰尘 你没有去除掉上面盖的布 还一条一条布盖上去 就是增长斜见 想一想 你想一想 因为我们刚才讲比如说好 你要富贵 佛陀讲因果 因果如是因如是果 你如果要有钱 你不是拜财神就有钱 财神法 这个是很多佛教徒都有啦 财神法并不是你拜财神 这个就牵涉到法的概念 财神法 那么他为什么叫财神 我们说过 这个跟观音法门一样喔 跟观音法门一样 你要知道 观音菩萨 所以具有这样的能力 具有这样的功德 是因为他有那样的修行 那样的心 财神法 并不是你求财神给你钱 观音法门 并不是你求观音菩萨帮你离苦 一样 观音法门是 你学习观音菩萨 怎么帮别人离苦 财神之所谓财神是因为 他一有钱 他能舍 是不是 他能舍 谁需要就给谁 帮助那一些需要的人 三次赚了钱 都舍给贫苦大众 但是他越给他越有 所以大家封为他财神 那你心的想让他 你要像他一样有钱 你不是希望他把钱分给你 不是 他之所以有钱 是因为他有量 有没有 量 什么叫做量 我们常常说 有量则有福 量大就福大 有没有 什么叫量 什么叫量 怎么样说这个人有量 怎么样说这个人有量 第一个他能舍 是不是 他有的能舍 不一定是钱 他有智慧 他愿意帮助别人 有能力 愿意帮助别人 有力量 有量 愿意拿来帮助别人 有技术愿意拿来帮助别人 有技术愿意拿来帮助别人 这个叫做有量 叫做能舍 不思不过是能舍的一种方法而已 好 那么一种就是 人家伤害过他 人家对不起他 他能够原谅别人 这种也叫做有量 是不是 这个人很有量 不会计较 所以 你不会计较别人 对你的伤害 而愿意把自己所拥有的 来帮助别人 我告诉你 你这个法门就是财神法门 你就会像财神一样有钱 因为你有量 有量就有福 而不是我念财神 拜财神 那么财神就把钱分给我 这个一样 我们修行都这种观念 我念观音 拜观音 观音菩萨的力量很大 他就会帮助我离苦 不是这样 他是什么原因成为财神的 因为 他的心量大 那么观音菩萨是怎么成为观音菩萨的 因为 一样 他自己努力 只是为了要帮助众生离苦 所以你学习这个 你拜观音 要跟观音学 你是要学菩萨 不是求菩萨 你是要学财神 不是求财神 功德是怎么来的 修来的 不是求来的 不管你这个功德是富贵 是智慧 还是解脱 都是修来的 怎么修 看人家怎么修嘛 就学着怎么修嘛 而不是看人家那么富有 祈求他分一些给我 我们都是这种心态不是吗 你不是说祈求菩萨分他的功德给你吗 不对 我告诉你 你如果这种心态修行 修到死你都不晓得你在修些什么 没什么功德 真的我告诉你 你 你都不晓得 以后就算 就好像很多人认为杀牛杀羊 印度很多人认为这样 有钱了 没钱杀一头羊 有钱杀一百头牛 做什么 祭神 祭神做什么 神会分我一些功德 会把福报赐给我 佛陀说 这种行为 福无戒指 福报没有像一颗戒指那么大 罪如虚弥 罪恶像虚弥山那么大 可是他一直虔诚相信 我奉献 我杀牛杀羊祭神 神 因为得到我这些供养 祂把福报给我 做的越多 造的越越重 福无戒指 罪如虚弥 你看冤枉 我告诉大家 很多佛教徒也这样 不是造恶业 增长鱼痴 这个已经很厚了 又盖很多布 又盖水泥 又把它涂黑 什么时候可以解脱啊 这个很重要 所以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要培养正见 要有般若波罗蜜 要有智慧 当然智慧 不是听我讲一节课里面就有智慧啦 要多文熏习 你知道我 我为什么知道 我为什么现在这么清楚吗 我在福衍 教了九年书 读了九年书 出来外面又教了十年书 天天都在教书 天天都在看 天天都在想 我在福衍还没这么清楚 想了就九十年 这次要慢慢才想明白 三十年 当然以前没有人这样告诉我 可是现在告诉你 你们多少懂一点 马上知道 原来道理是怎样 就省掉很多功夫 我们是慢慢摸索慢慢摸索 那么都在信仰上着力 都在期待中 都在祈祷中过生活 在期待中修行 在祈祷中用功 我告诉你 这样四倍功半 用了很多的力气 只得到一点点的作用 没有什么大作用 你如果能够有正见正思维 然后在你的日常生活里面 正与正业正命 我告诉你 你不用每天跪在佛前几个小时 盘腿几个小时 你只要保持这样的正见 常常以这个正见 引起你的正思维 然后常常具有这样的正念 在行为上 都是以正见正思维来做引导 我告诉你 你的修行不是在佛堂里面 不是在菩萨佛前面 而是你每天都在休息 你的功课 你的功课 不是五堂功课 而是二六十中 极乐世界念佛念法念生 天天都是五根 五立七绝之八正道 真的 可是这个必须你先有这样的观念 你今天遇见一个人 遇见一个事 你起烦恼了 你知道你在起烦恼 你也知道这个烦恼不好 不管你 但是你会想办法 如果你有办法 你就马上会去除这个烦恼 当你把你知道的观念 把你的佛法拿来去除这个烦恼的时候 当下就看见修行的功德 清凉 没有热闹 你的智慧就增加一层 你的灰尘就少一层 就这样一天一天 也许这一生 也许下一生 看见了一个马圣比丘 听到了一个缘起祭 我告诉你 你就解脱 虚云老和尚 天天想这个 有一天 杯子掉到地上 他开悟了 我们摔破了几个杯子 怎么不开悟 我告诉你 因为你平常没有好好的 如理思维 如理就是什么 佛法的道理 缘起的道理 要好好想 真的 时间到 我们今天先想到这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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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